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月28日对中国著名游泳运动员孙杨 未能遵守世界反兴奋剂机构的规定 决定对其处以禁赛8年的处罚 这一裁决意味着孙杨很可能无缘东京奥运 他的职业生涯也将到此终结 星期五傍晚 孙杨在其微博上表示 对裁决结果震惊 愤怒 不能理解 已经委托律师依法向瑞士联邦最高法院提起上诉 让更多的人知道事实真相 中国勇协发表声明支持孙杨上诉 中国勇协在一份声明中说 对国际体育仲裁法庭 就世界反兴奋剂机构上诉 国际勇联反兴奋剂小组和孙杨一案做出的裁决 我们深表遗憾 国际体育仲裁法庭在2019年11月15日开庭审理孙杨一案 时间长达10小时 还通过网络进行了全球直播 引起了广泛关注 2019年1月 国际永联对孙杨拒绝接受兴奋剂检查一案做出的裁决是 检查无效 孙杨不存在反世界反兴奋剂条例的行为 世界反兴奋剂机构反对这一裁决 并于两个月后向国际体育仲裁法庭提出上诉 孙杨抗检的事情发生在2018年9月4日 据报道 孙杨当时拒绝了测试人员对他进行检测的要求 并使人用锤子砸碎测试屏 事后中国官方新闻机构报道说 发生冲突的原因是测试人员没有表明自己的身份 葫芦认为 国际体育仲裁庭对孙杨的竞赛裁决是公正的 中国游泳选手服用兴奋剂早已不是新闻 接着 与您说说香港传媒人士黎智英等多人被捕的是 被视作民主派的香港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 工党前立法会议员李卓仁 及民主党前主席杨森 28日上午被警方拘捕 案情指三人在去年8月31日反送中运动期间参与非法集会 其中黎智英又被控在2017年涉嫌恐吓记者 警方表示会起诉三人 于5月5日在法院应讯 28日上午7时许多名警方重案组探员到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 位于九龙的大宅调查 并在上午约8时将他带往九龙城警署 另外两名民主派政党元老级人物李卓仁及杨森 也分别在自己寓所被警方带走到不同警署扣查 黎智英在中午12点48分左右离开警署 登上座驾离开 期间并未回答记者提问 李卓仁及杨森也在差不多时间离开警署 李卓仁在离开警署时表示 警方的行为属政治操作 是以威吓手段对付香港人 他表示 警方在拘捕他时出售搜查令 要求他交出在去年8月31日穿过的衣物 包及手机等物件 他质疑警方会检视手机内容 搜集情报 多名香港泛民主派立法会议员回应事件时 均批评当局的做法有政治因素 民主党立法会议员尹兆坚认为 本次是警方新一轮大围捕的开始 又指当日三人参与的活动属宗教活动 而三人也非活动发起人 质疑警方高调拘捕 有选择性执法的嫌疑 并企图为社会制造寒蝉效应 葫芦认为香港警方拘捕黎智英 李卓仁和杨森 显系秋后算账 但香港是法治社会 公正的司法会阻止警方的恶行 最后 与您聊聊新冠疫情导致美股暴跌一周蒸发3万多亿的事 美股因新冠病毒蔓延暴跌一周 成为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损失最惨重的一周 有投资专家说 从历史角度看 美国股市长期始终看好 是长牛短熊的市场 到美东时间下午4点美股收盘 三大指数似乎停止了狂卸趋势 道指跌了357点 跌幅为1.4% 今天盘中道指最低跌到900多点 标普500指数跌不到1% 纳斯达克持综合指数持平 涨0.01% 总计一周道指跌掉了3850点 或是12% 华尔街日报说 本周美股蒸发了3.4万亿美元 这比中国的全部外汇储备还多 高盛公司说 受灾情影响 美国企业今年盈利增长将归零 美联储前主席耶伦指出 新冠病毒的肆虐 有可能导致美国经济衰退 而高盛公司认为 如果新冠病毒在美国蔓延 有可能让特朗普总统 付出连任失败的代价 投资专家认为 股市暴跌实际上反映了 新冠病毒疫情蔓延 已经对经济造成的严重负面影响 纵观一周来 尽管股市全线暴跌 仍有少量股票逆势而上 他们是制药公司 卫生保健公司 投资公司和稀有金属公司 研制抗新冠病毒药物的 吉利德制药公司 自2月19日以来 股票上涨了近8% 研制疫苗的诺瓦瓦公司 大涨54% 葫芦认为 股市是经济的晴雨表 目前新冠疫情蔓延 其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不可低估 好了今天就聊到这里 我们明天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